賢豬愛地球 大家一起來 草屯鎮新壯國小之前舉行 112學年度學校暨社群運動大會 更年級學生結合反讀、節能減碳及性平等議題 融入在進場表演中 臨近社群也一同共襄盛舉 讓整個校園充滿了歡樂氣氛 感謝我們學校全體的教師同仁 平常的用心教學之外 在運動會這一段時間 也非常的費心的指導小朋友來練習 還有安排各項的節目 聽從老師的指導 用心的專利 然後才能夠把最好的表現 在今天來呈現出來 希望透過今天的活動 讓我們體育或是體能上 都能夠有更加的精進 教學應當多元化 今年校慶除了有一連串表演活動 在校園中 也展示更年級的學習成果 縣議員唐曉芬肯定學校辦學用心 讓學生有多元智慧發展 與探索學習 這在展現學生的活力及教學成果 祝福學校辦學蒸蒸日上 這些小朋友也在進場的時候 把我們的販毒性別平等 還有我們的健康舒適 還有節能減碳等等 都融入在我們的進場當中 是非常好的一個呈現的 一個表現的一個結果 那我相信說我們新莊國小 在我們姚校長還有我們會長的帶領之下 能夠展現多元的一個成績的一個表現 也是我們家長共同所期待的 那在這裡也再一次祝福我們新莊國小 校運昌隆 生日快樂 縣緣廖子佑 感謝老師的努力付出 讓學生能有優良的環境學習成長 並希望藉由運動會的舉辦 除了展現學生熱情活潑的一面之外 也讓前來的家長能夠與孩子們間 有良好親子互動 留下美好的回憶 讓我們所有的家長和這些學生 大家可以有一個親子的時間 也就是這個運動會 這個學生在學校學習所學的 做一個成果的展現 讓我們的家長知道 我們的學校四肢的團隊 都很用心地來培養我們的孩子 校長姚仁傑表示 藉由學校及社區運動大會 希望更加凝聚學校、家長及社區的合作關係 提供孩子多元的發展機會 展現卓越的學習成果、見亮點 記者洪一輪炒豚採訪報導 祖方法 為人呃